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级不是拥有多少 而是能够舍弃多少 这种简单是对于生活的高度概括 是将复杂归纳为简单的能力 它要求我们在繁忙和分乱中保持清晰的头脑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区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什么是可以放手的 而当我们开始放弃那些不重要的事物 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变得更加高级 这种高级不是表面的炫耀 而是内心的充实和平静 它来自于对自己的了解 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当我们开始拥抱简单 我们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这种丰富不是物质上的积累 而是精神上的满足和成长 但要达到这种简单 我们首先必须学会不惧怕改变 改变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是通往高级生活的门槛 只有当我们勇于面对改变 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我们的成长之旅 这个旅程可能充满挑战 但每一步都是向前迈进的一步 居然思维 时刻保持警觉 这不是恐惧 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它要求我们始终保持对周围世界的关注和敏感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周围的变化 我们才能及时做出反应 适应性的环境 这种警觉是我们达到简单和高级生活的重要前提 跳出舒适圈需要勇气 这是一个我们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舒适圈内 我们感到安全和满足 但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成长和发展 只有当我们勇敢地跨出这个圈子 我们才能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 这种勇气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在不断的尝试和挑战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面临抉择需要智慧及行动 这是简单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 如何在这些选择中做出最有利于我们成长和发展的决定 是一种重要的智慧 而这种智慧不是空想出来的 而是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和完善的 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机会 都是一次向高级生活迈进的机会 当我们勇于做出选择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主动和有目的 这种主动不是盲目的追求 而是基于对自己和周围世界深刻理解的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变得更加简单和高级 简单和高级的生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它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 当我们学会在繁忙和纷乱中保持清晰的头脑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简单和高级 当我们勇于面对改变 勇敢地跳出舒适圈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每一次的改变都是一次自我挑战 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当我们勇于接受这些挑战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充实和满足 这种充实和满足来自于对自己的了解 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它是一种从内而外的高级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丰富和成就 最后简单和高级的生活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生活态度 它不是别人给予的 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当我们选择简单 选择面对改变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高级和有意义 这是一条不断成长和进步的道路 是通往更美好生活的桥梁 这就是为什么越简单的人往往越高级 因为他们选择了一种更加真实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繁忙和纷乱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他们在不断的改变和挑战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简单和高级的生活是一种追求 是一种不断前进的动力 它要求我们不断的自我挑战 不断的自我成长 只有当我们勇于面对自己 勇于面对生活 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简单和高级 这不仅仅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 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 真正的高级不是表面的物质拥有 而是内心的风盈和平静 当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生活中的真假好坏 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变得更加高级 这种智慧来自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对自我的真实认知 当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简单和高级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保持一颗简单而平静的心 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它让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一份清醒和自我控制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这就是简单人生的力量 它使我们在困难面前更加坚强和有任性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超越的机会 当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就在不断地提升自己 这种提升不仅仅是能力上的提升 更是心灵上的成长 这种成长是通往简单和高级生活的关键 在追求简单和高级的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繁忙中找到平静 在喧嚣中找到宁静 这种能力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学习和实践的结果 当我们拥有了这种能力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质感和深度 这就是简单生活的魅力 它让我们在简单中发现生活的真谛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都是一个追求简单和高级生活的机会 当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时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这种丰富和意义不是外在的物质拥有 而是内心的满足和平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简单和高级生活 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努力成为一个更简单更高级的人 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一颗简单而平静的心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迎接挑战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简单和高级的生活并不遥远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 去实践 我们就能够找到它 这种生活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态度 当我们拥有了这种态度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 最终简单和高级的生活 是一种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 它不是追求外在的华丽和炫耀 而是追求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质感和深度 这就是简单人生的真谛 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目标 简单 这个词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被提及 却常常被误解 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是一种智慧 一种内心的深刻理解 当我们谈论简单 我们谈的是心灵的透明 是思想的清澈 真正做到内心简单通透 并非意识 它需要不断的自我反思和精进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心灵的简单通透呢 首先 我们需要学会放下 放下那些不必要的烦恼和负担 当我们的心灵不再被无谓的思绪占据 我们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在 这种轻松和自在 是简单生活带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 接下来 我们需要学会专注 专注于当下 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的精力不再被分散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握生活的每一刻 这种专注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高效 还能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清晰 然后 我们需要学会感恩 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份给予 无论是喜悦还是磨难 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我们会发现生活其实是如此丰富和美好 这种感恩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温暖和风盈 最后 我们需要学会自爱 爱自己 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当我们真正懂得自爱 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 去贡献社会 这种自爱 是我们达到心灵简单通透的最终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逐渐发现 生活其实可以非常简单 我们不需要太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质感和深度 这就是简单生活的真谛 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目标 在这条追求简单和通透的道路上 我们会学会如何在喧嚣中保持宁静 这种能力 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学习和时间的结果 当我们拥有的这种能力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宁静和和谐 这就是简单生活的力量 它让我们在困难面前更加坚强和有任性 每一次的挑战 都是一次自我超越的机会 当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就在不断地提升自己 这种提升 不仅仅是能力上的提升 更是心灵上的成长 这种成长 是通往简单和通透生活的关键 在追求简单和通透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生活其实是一场美妙的旅程 这场旅程 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 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 当我们真正懂得了生活的意义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价值和有益 这就是简单生活的魅力 它让我们在简单中发现生活的真谛 当我们真正做到心灵简单通透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 这种美好和充实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欣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简单 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努力成为一个更简单 更通透的人 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都保持一颗简单而清晰的心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迎接挑战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简单和通透的生活并不遥远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 去实践 我们就能够找到它 这种生活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态度 当我们拥有了这种态度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 最终简单和通透的生活 是一种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 它不是追求外在的华丽和炫耀 而是追求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质感和深度 这就是简单人生的真谛 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目标 在这条路上 我们会发现 真正的简单不是减少拥有 而是增加理解和感悟 它要求我们在繁忙和纷乱中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晰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简单和通透 这就是简单生活的魅力 它让我们在简单中发现生活的真谛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都是一个追求简单和通透生活的机会 当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时 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这种丰富和意义不是外在的物质拥有 而是内心的满足和平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简单 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美妙的世界 一起追求一个更简单 更通透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 一步步地走向一个更加美好和充实的未来 这就是简单生活的魅力 它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美好和有意义的人生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